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午算股王的时间 和大家看看今天的视况 港股今早早以指数来看 其实是在高位度增持 但大市方面的投资气氛都相当不错 先回恒指 今早早高开了大约120几点后 曾经倒跌过 低位度回升 曾经上过29500点附近 本日收布29432点升113点 升风大约0.4%左右 而恒生中营股小型股指数都升超过1% 大市本日的成交有803亿 相对来说都比较淡淡 科技股今早早明显做好 快手今早上升超过1% 另外腾讯升了接近1% 微盟升了接近1% 另外还有硬件股 中芯比亚迪电子 今早早已反弹了6-7% 另外汽车股今早早已做好 吉利比亚迪升了大约4% 另外还有新能源、原材料、重型机械股等 都是强势的 像保利协欣、科莱特 都升了接近3% 禁风、紫金升了半成 中建材、信义玻璃升了3% 还有中联重科都升了半成 回来说即将农历新年就来想了 还有高端消费股 例如Prada、新秀礼、餐饮股、主题公园 或者度假村 好像复星旅游文化 即1992 还有海昌海洋公园 今早早已急升了一两成 而化妆品牌 欧苏丹即973 早前公布了 刑运数据都不错 大家可以留意 欧苏丹在去年12月底子 第三季度的业绩 若按固定汇率计算 整体销售增长大约4%左右 令首九个月 即首三季度 首三季度的销售跌幅 收窄至半成 反映到业务进步改善 由于中国、日本、俄罗斯、台湾等地方的销售增长都相当强劲 抵消了部分欧美国家 恢复了封城措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欧苏丹公布了第三季度业绩之后 股价一到急升了两成半 上过去大约25元的水平 之后出现调整 落到20元就会有支持 如果短线入市 可以用20.05元 即近期的低位 作为一个指示位 大家可以作出部署 大家可以留意 谢谢各位收看